元朗區近年大變天成為了中產人事事業及租住的新熱點 加上政府最新推出要大力發展北部都會區 那麼新界西北的交通及房屋配套當然不會全面升呢 新一份施政部亦都提出發展佔地3萬公頃的北部都會區 整個都會區發展完成之後將會容納250萬人居住 而職位的數目亦都會大增到65萬個 預計將會成為香港未來20年的城市建設 及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當中元朗區就正正食證這個都會區的發展優勢 成為舉足輕重的區分之一 事實上,新鴻基地產多年來已經在港鐵元朗站一帶 打造了一個集合住宅、交通、商場等 與一新的優質大型社區YOHO生活圈 而生活圈押續的全新住宅項目 The Yoho Hub 就終於登場了 The Yoho Hub 第一期B期 一共有4棟物業以一致排開 總共提供1030室 間隔由1房至4房 使用面積介乎317至1182方尺 先參觀下個示範單位 終於比一下 111面積財 20155豬 2面積財 20165豬 2010小力 121尺寺 20102尺寺 2012 2022 201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The Yoho Hub 作为港铁元朗站上盖的住宅项目 当然享进铁路的优势了 下楼走几分钟就去到港铁站搭团马线 和鄰近的轻铁元朗站 今时今日元朗的交通 真的和住市区没有什么分别 甚至更加方便 随着港铁团马线全线开通 元朗站就成为轻铁和团马线的转车站 乘客在元朗站上车乘搭团马线 前往九龙西、尖东、河敏田、九龙城、九龙东 以至沙田和马鞍山一带 都无需转车直接到达 至于想去团门 天水围和元朗区里面 亦都可以搭轻铁 加上前往去落马州的管制站 深圳湾口岸和国际机场有快捷 所以愈来愈多人 愈来元朗找房子 事实上 项目附近还有公共运输交汇署 而朗日路对面的 迎点2巴士站 亦有多条巴士、小巴路线 前往港九新界、机场 以至边境口岸 而驾车就更快捷 经3号岗线和大栏隧道 前往尖沙咀或中环 又或经团车隧道 去到东涌和港珠澳大旗一带等 都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除了完善的交通网络 The Yoho Hub 的日常生活 和消闲配套就更高质素 除了自設超过10万呎的商场 即是在2023年落成的Yoho Mix 之外 亦都可以享受贯穿多个 Yoho 楼盘的Yoho Mall 凝点、喜居饮食的凝区全 不单止这样 元朗大马路一带的商场和民生商店 食肆亦都临纳 完全满足到生活所需 至于闲事假日 近近地留在屋苑的住客会所 就已经有大把活动 任君选择 又或去楼盘附近的香港湿地公园 和南深围等 享受世界级美景 简直是赏心乐视 而楼盘所属的学校网络 小学是74校网 中学属元朗区 多网记者 潘仲英 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